事情發生到今天 我們真的蠻難過的 就是國國工業安全衛生署上 最大的一次戰案 那到目前為止 就是從台北看高雄 我覺得是第一次有這樣的環境 很謝謝大家來跟我們學界 一起來關切這個事情 在我們談的當中 今天還有兩個人還沒有找到 這也是很多國內外公安時間很少見 這倒是重力把那已經拋到很遠 還是真的已經是高分 已經有什麼樣子的後果 不是我們需要還繼續努力去把它發解出來 所以談任何評論感覺都蠻沉重的 這個沉重市 一個建議如果不夠 一個改善如果不夠徹底 那這樣的悲劇就會才發生 那整個高雄這個事情讓我們了解到說 高雄市像是一家大工廠 整個高雄市 新的高雄市大高雄市裡面都感覺 為什麼有這麼多工業生產用的管道 可以在市區裡面這麼多 到今天為止清出來的是有幾百公里對不對 那這樣的事情我認為是世界上少有的 世界上在講這個這些管線的管制都是它接近城市 並不是穿過城市 那即使在接近城市的這樣子的條件下 都有很多的管制更不用講說穿過城市 那能夠穿過城市的就是微生的啦 汽油、天然氣、熱氣 這個是一般民生要用的嘛 都市就是為了民生嘛 那工業就是工業 這個是區分裡面要非常清楚 那我講說這些工業用的物質 那我們面對這個現實怎麼辦呢 我就說高雄市要都市化還是工業化 還是兩個都要 所以它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抉擇 假設高雄過去十幾年來 高雄人所驕傲的都市化的所有的景觀 地下跌、好的運動設施、好的公園、清了它的河流 如果這是高雄的想像 那現在的這個現況是一定要改的 沒有一個永續的城市、健康的城市 是可以由這些化學運輸管通過 如果我們給高雄過去幾十年來的角色就是 它來撐起台灣石化工業的所有的重症 那還要保護居民的健康跟安全 那管線手走過的區域 就要大幅的土地變更跟利用的改變 你不管是拿美國石油工業的 叫做API的標準 或是拿美國運輸部管線及有害物質管制署的規定 還是拿英國的為健康安全署的對移管道的規定 我們都發現 我們現在這樣的設施是完全不合格的 那高雄這樣的情形在世界上雖然很特殊 但是世界上也很多的城市 在先有工業化、再有都市化、或是都市化過程也同時在工業化 他們有沒有面對來處理這個問題 有 所以事情發生到今天很令人遺憾的是 我看不到中央政府有任何的作為 美國跟英國在他們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都是由聯邦政府出面 在它既有的法令之下 還要找地方政府、找業者、找社區、找公民團體來講說 我們如何在一個都市化這麼快速 然後跟管線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來做一個更好的規範 這個規範是以中央政府所規定的 安全的跟經濟的一個架構之下 要地方政府能夠配合的 是在那都市使用的這個改變 所以安全這個事情是絕對在世界各國 都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為什麼 因為這個管線一定是跨行政區的 你很少看到一個管線是指在一個地方 政府的手在地在運輸而已 所以這個沒有中央政府的介入是不可能的 如果沒有不需要中央政府的話 台灣的工業的運輸就會被限制在同一個行政區之內 那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大高雄沒有合併 這一個管線是從高雄市運到當初的高雄線 這怎麼可能是高雄市的問題呢 大家想一想是這樣 所以這就知道說 行政體制上一定是中央政府在介入的 那有很多的法令 如果我們的經濟部 如果我們的交通部 如果我們的勞動部 都沒有辦法拿到參考來抄襲的話 我覺得是實質 所以有非常多的法令他可以去引用 來說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強化這個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借用這個機會 會呼籲立法院一定要有專門的時段 在全國受了這麼大的傷之後 高雄人士時期的生命有人受傷 好像全台灣很多人都傷心 我們國家的21世紀怎麼還會發生這個事情 他們應該停止一切的政爭 應該要趕快來為這個事情設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方案 這個是立法上責務旁貸 要不要專門機構 當然要專門機構 如果十萬月還想生存下去 台灣怎麼一方面講說這個重要的工業 一方面沒有一些專門的機構來管台灣的這些管道 我剛說過美國的交通部 有一個專門的俗證在管理耶 台灣現在沒有人要管 除了工廠老委會就不管 中央說我就何必你去開工廠做生意 然後說核准找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核准以後說我沒有人沒有錢可以來管 怎麼可以這樣呢 所以要有專門機構 這個是我也呼籲就是行政部門可以趕快來做的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對高雄要怎麼 整個區域要怎麼處理 那要給高雄有充分的機會 人民跟民間團體都應該要發生 就是說他的未來的想像在哪裡 要都市化而已 還是要繼續這樣子的崩位 還有這兩者必存 都有答案的 但都要犧牲的 不是犧牲產量 就是減少工業區 不然就是犧牲了城市裡面的公共的空間 在國際上的管道的規範裡面 在管子手左的這一個中心點左右 有一個區域呢 要看你要送什麼東西 大概有幾十公尺之內 是不可以任何使用的 也就是只有管子手 管子之後呢 有一個區域呢 是所謂的緩衝區 那也一樣要看你的這個輸送的東西的危險性 那我們界定危險性有兩個方式 一個叫做危險的議題 Dangerous liquid 一個會有重大意外危害的管道 major accident hazard spikes 都可以去抄 這些東西如果說這一次的秉息呢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屬於我講的第二類 那它的緩衝區之內呢 值得的邊緣之外 才開始說有人的活動 住家的活動 商業的活動 假設如果照這幾天 台灣某些實話業者的發言 那高雄如果也接受了 那這些區域就要畫出來 那影響的人民的居住的權利 所以這是非常痛苦的一個決定 我們也都在看 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動線 但是大家不要再去逃避 十幾年前發生的事情以後 我們沒有記住教訓 同樣一個權證區 一個實話工業的重大意外 發生在同一個行政區 這也是覺悟僅有的 那我們還不覺醒 那從我們風險角度來看 我們要算這個機率是非常低耶 那還是發生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趕快改 應該是可見的未來 也很可能還是繼續發生在權證區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以上的三點呼籲 我是希望說藉由大家 來告訴我們的政府 告訴有權 有錢的人 好好來面對這個事情 來為未來這個會議錯綜 趕快的人能夠來扶持行動 謝謝大家